眾人急氣合力擊殺夜王 青春萬泰男孩不會夢到夜王灰姑娘 夜王殺光眾人之後 被阿夜及母親拯救的內心 成為新一任的新之王 到底哪個才是真結局?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通靈王作為一部已經超過20年的老作品 仍然是許多粉絲心中的愛作 包含我自己都相當喜愛這部作品 我超喜歡道連、轟隆轟隆、瑞瑟格 還有大姐姐道論 Yeah 也有不少人向往期世界觀 我當兵的時候就認識一個童梯 曾經跑去墳墓找自己的持有靈 結果中邪 可能年輕的觀眾不太懂 但對有一定閱歷的觀眾來說 或許比起那些酷炫魔法跟高科技的世界觀 像通靈王這樣子 生者能跟逝去的親友家人們再次聚首 死者也不必擔心就此消逝的世界觀 以現實的角度來說是更加美好的 別的不說 光是你想想 如果我們生活在通靈王的世界裡 那今年我們賀歲片就能看大尾如曼山 繼續看朱大哥發光發熱 我死定 老兵 然而身為一部超過20年的經典作 通靈王卻有著動畫、漫畫、完全版 截然不同的三個結局 常常讓人搞不清楚 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結局 也會因為收看的載體不同 對通靈王的結局有不同的認知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帶大家來看看 通靈王的這三個結局 分別又是怎麼來的 哪個又才是真結局呢?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SIM的影片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說起通靈王第一格被端上的結局 還得回到2001年時 當時通靈王的漫畫正熱門 於是很快的就宣布了動畫畫 迎來了超經典的初代動畫 只要聽到主題曲 Oversoul應該不少人的童年回憶直接被拉出來 回到那個拿數字大喊超靈體的日子 然而動畫在進入通靈王大戰片時 已經追上了漫畫當時的進度 製作組為了讓動畫繼續演出 於是做出了跟日後鋼鐮一樣的選擇 不僅內容都大搞原創 甚至也用原創的劇情來收尾 因此在通靈王大戰的中期 就已經是跟漫畫完全不同的走向 變成了熱血亡到慢的風格 應該會有觀眾好奇通靈王的劇情不是本來就是各路神仙對決 怎麼會說是跟漫畫不同的風格呢? 那這個答案算對也不算對 因為在通靈王故事的前期 的確都在描寫戰鬥的畫面 但到漫畫的中後段 作者吳錦洪之就加入了許多不同面向的思考 例如各種宗教中的寬恕、原諒等等想法 老子思想的隨遇而安 以及反思了人性跟環保等等的議題 到處充滿了Love&Peace的真諦 整個漫畫到結局時 已經展示出了不同層面的內容 變成一部用消極意識流的態度 宣導愛與和平的作品 說真的很難稱得上是熱血 但吳錦洪之不斷放飛自我換來的 就是通靈王第一次的強制抽尾 關於漫畫的結局我們稍後再談 那先回到動畫原創的部分 承襲了前面的戰鬥漫畫風格 舊版通靈王動畫的結局 是阿葉等人跟葉王的死鬥 當阿葉一行人打倒葉王手下之後 終於跟葉王展開了決戰 而且原本暫時的阿葉 也在眾人的心意下復活 得到眾人願望的力量 讓阿彌陀丸瞬間媲美的精靈王 最終在跟葉王的金色火靈決戰時 將葉王砍成兩半 原來把世界最強砍成兩半的劇情 早在20年前就演過了 伴隨著葉王的陨落 也結束了這次的通靈王大戰 雖然沒有人成為通靈王 但大家也得以回歸和平幸福的日子 是一個雖然不完全 但其實該交代的都交代了 終歸終局的結局 也是許多粉絲的心中 關於通靈王的真結局 雖然少了很多漫畫的經典要素 葉王精彩的背景故事 幾乎全數被砍光 但至少人家有好好的收尾 比起接下來漫畫連載的結局 當年我也寧願承認動畫版才是好結局 那接著就要跟大家聊聊 當年的連載結局到底有多爆炸 整件事的起因要回到當年 通靈王漫畫的連載 到終期已經沒有原來的人氣 因此編輯部直接下令腰斬 要求無錦老師在限期內 直接強行收尾這部作品 也就是要讓正如日中天的葉王 兩三個禮拜內隨便死死 五條物看了都說 欸!這我! 但前面我們有提到 無錦老師其實對自己的作品 想要表達的內容跟訊息 有很多的想法 葉王這個角色的塑造 之餘阿葉有著很多的映照 是一個極其霸道看似沒有人性 但其實又是因為太愛自己母親 才完全墮落的孤獨強者 但當時編輯部要腰斬就腰斬 作者根本來不及表達這些篇幅 他也不願意自己的作品 就這樣隨意的被畫上句號 而是有著自己想堅持畫出來的東西 因此他選擇正常連載到最後一周時 直接亂畫 通靈王大戰打到某天晚上 萬泰突然做夢夢到 天啊!葉王原來是灰姑娘! 然後就完結了! 對!超級眉頭眉尾也不知所暈 通靈王最讓人詬病的葉王公主就出現了 這同時也像是一種作者對於編輯部的反擊 因為當年在結局的完字旁 作者還特別畫了一顆蜜桿 日文寫音 mikan 未完 代表老師沒有放棄自己想畫的東西 但由於這個結尾實在太過迷音 根本沒人看得懂在幹嘛 反派BOSS突然變成公主連結 讓他成為宅圈內一個新的梗 甚至到後來的通靈王新版動畫時 都還復刻了這個名場面 讓老觀眾們看得是哭笑不得 說多了都是眼淚 然而後來黃天不復苦心人 在單行本的連載上 吳京老師終於有機會大展拳腳 在完全版的漫畫中 畫出了自己心中所想的故事 也就是通靈王真正的結局 那在這邊要特別提一下 通靈王最讓人遺憾和喜愛的篇章 安娜與阿葉出世的孔三篇 除了有林元慧小姐獻唱的 與孔三會面這個超強力主題曲加成之外 當中也有很多的細節 也成了結局時的伏筆 不論是讓人落淚的權宗 或是阿葉的真實性格跟想法 都在結局時起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在完全按照漫畫版重製的新版通靈王動畫中 有將這段完美的復刻了出來 如果是看過漫畫的老觀眾 對於新版動畫褒貶不一的評價有疑慮 不想整個重追那也沒有關係 孔三篇這幾集是必看 畫面情感音樂都相當的出色 隔著螢幕都能夠體驗到 全宗這一輩子的遺憾 說回到通靈王真正的結局 除了為人詬病的死了又死 結果林立反而暴漲的奇怪訓練 其實後面的劇情是相當精彩的 例如阿葉等人都有了新的力量 甲複飾超靈體不僅外觀帥氣 展現出來的力量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阿葉配合白骨使出的無無名義無 直接用一夜白光讓你知道他超強 或是道連的五神魚刺 九天應援雷聲普化天尊 都是一等一的潮到出水啊 原來直接把宗教的東西變成招式 喊出來可以這麼帥 動畫中也有完美的還原出來 根本是童年被圓夢超帥 在原作最後的劇情中為了阻止夜王成為絕對的獨裁者 阿葉他們經歷了一系列的死鬥 眾人最終還是不敵夜王 眼睜睜的看起成為了通靈王 獲得了最強的力量Great Spirit 而阿葉一行人也得到五大精靈的力量與之對抗 阿葉獲得地之精靈地精 欸不是我是說土靈 轟隆轟隆獲得水之精靈 道連獲得雷之精靈 巧克力愛情獲得風之精靈 瑞瑟格他最有意思 他超越了仇恨 反而使用仇人夜王的火靈 看似要廝殺起來的時候 前面我們一一提到的伏筆 就都被提了出來了 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阿葉他的性格跟想法 只看動畫版的觀眾可能會完全不懂 為什麼阿葉會這麼的空靈 但在漫畫其實有完整的解釋 孔三篇時有提到 阿葉因為被同學們霸凌 所以才選擇戴上耳機 基本上我們都是看到他為了大家在四處奔走戰鬥 慣性的會以為他跟憎悟人類的夜王不同 是打從心底的喜歡大家 但直到阿葉跟夜王私下談話時 才揭露了阿葉真實的性格 其實阿葉很認同祖父所說的 人類之於地球而言就是癌細胞 而且阿葉本人也不喜歡人類的存在 他認為人類的自私跟貪婪遲早會為自己帶來毀滅 因此如果真的讓自己當上通靈王 他也一定會用這股強大的力量來改變世界 對,其實阿葉從頭到尾都是能夠理解夜王蔑視的想法 甚至是有幾分贊成的 所以其實在整部劇中 阿葉他都沒有恨過夜王 甚至會一直想要拯救他空洞的內心跟他相處 但他跟夜王唯一不同的是 阿葉想相信會有美好的未來 因此不會跟夜王一樣做出趕盡殺絕的選擇 而能夠獨心的夜王其實也一直都知道 阿葉他明白自己的內心 所以處處放過阿葉 甚至夜王這樣孤高的人 都特地把阿葉的夥伴們都拉進了精神世界 讓他們免於一死可以陪伴阿葉 真的已經是相當寬容 直到阿葉明說了會與自己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後 他才真正把阿葉當作敵人 這邊也必須提到 其實夜王真正的內心是相當空洞且孤獨的 他最愛的母親 曾經因為人類對通靈人的不理解而被處死 便開始仇視跟猴子一樣的人類 一千年來沒有人能夠理解夜王 身邊多數的人都只恐懼自己 所以他才想創造一個只有通靈人存在的世界 認為這樣自己或許就不會孤獨了 劇中其實有多次暗示 夜王並非純粹的壞人 像是他身邊的小黑探 因為能夠感知夜王內心的緣故 不只一次的說出 夜王其實是很溫柔的人 而夜王不僅對小黑探相當寬容 遇上理解自己的阿葉 而同樣能夠傾聽他人內心 卻覺得無比孤獨的安娜 夜王他多次拋出橄欖枝 因為他真正想要的是夥伴和家人的溫暖 雖然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 安娜真的跟他媽長太像了 但劇中有多次 夜王早上阿葉去咖啡廳吃飯 甚至一起泡溫泉聊天的畫面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超級荒唐 像是在放話威脅所有人一樣 但對阿葉和夜王來說 其實他們都對這些 能夠和理解自己的親兄弟 放鬆聊天的時光相當的珍惜 因為他們都是一樣的人 而在最終眼見拉攏無效之後 準備與阿葉等人展開最後決戰的夜王 直接用超越五大精靈的力量 將宇宙浩瀚無垠的強大展示給眾人 眾人瞬間就被打得無法還手 只能用盡一切的力量防禦 就在夜王使用黑洞的力量打算結束一切兒戲時 卻突然被一輛靈魂列車干預了 上面承載著的 除了還活著的夥伴們以外 也有許多已經逝去的人 都趕來援助阿葉等人 就讓孤單一人的夜王更加憤怒 而就當大家以為 又要再次上演集氣打夜王的時候 作者巧妙的安排 瞬間改變了故事看似王道的走向 夜王曾經的好友 已破千代一出現 夜王馬上就破防了 連忙詢問這麼多年來他去了哪裡? 為什麼自己都找不到他? 而千代的發言更是重創夜王 原來他一直陪伴在夜王母親的身邊 讓夜王無法接受這一切 因為一千年來他無時無刻都在找尋著他們 他們一直都在夜王的身邊 而夜王也徹底破防了 接著安娜更是說明 其實從夜王再次見到千代起 他就已經注定屈服了 因為夜王之所以能夠見到朋友 就代表著現在的夜王 早就在和懷抱著善意的阿葉等人的相處中 從過去的憤怒和憎恨解脫了 因此現在的夜王才能夠見到自己想見的人 沒錯 阿葉他們並沒有要打倒夜王的意思 而是認清無法打倒擁有壓倒性實力的夜王 決定幫助他成為一個好的王者 通靈王最後的決戰不是單純的利拼 而是拯救一顆破碎的心 阿葉他們把已經死去的夜王媽媽帶到夜王面前 這個舉動直接讓夜王破防 此刻的夜王面對母親無助的像個小孩一樣 面對母親壓著自己的頭跟大家道歉 他也只是認著造作 甚至當他嘴硬反駁 明明是人類害死你的 為什麼還要道歉時 污力128萬以上 沒有人能夠傷及的夜王 卻被媽媽直接大力甩巴掌 告訴了夜王 媽媽沒有那麼脆弱 夜王應該救贖的 是自己並將夜王暴露了自己溫暖的懷中 這一刻起 暴君夜王消失了 他便回了從前單純善良了自己 而阿葉等人看著夜王也忍不住的笑了出來 因為世界的危機解除了 夜王冰冷的心被阿葉等人的溫暖給打動 阿葉也喊了夜王一聲 咯咯 讓傲嬌的夜王說 那我先決定放過人類 那就離開了 這是一個反思很大的結局 因為先前的鋪陳 我們都覺得會迎來大決戰 所以當下看到這樣子鬼轉原諒 會覺得有些無法釋懷 但仔細去反思這個結局 以及作者想要闡述的宗教理想 沒有什麼什麼我一定要用力量讓你屈服 理解、互相包容、原諒 雖然非常的反王道套路 但能讓夜王迷途知反的結局 不才是真正最棒的收尾嗎? 這才是成為一個王該有的氣度 甚至成為新王的夜王 也能夠坦然的再次跟好友全宗相會 一切都有了最好的安排 救贖自己也救贖別人的發展 恰恰對應了故事中不斷提到的堅陀螺思想 夜王離開前有提到 他有天會再次回來探訪 那時如果地球還是充滿腐敗跟污染 他還是會考慮毀滅人類 而阿葉等人也向夜王表示 非常感謝這個二次機會 他們會在未來努力改變冰冷的人類 眾人回歸到日常和平的生活 每個人最後都致力於環保跟反戰 通靈王真正的結局到此告一個段落 對我來說是真的很喜歡這個結局 雖然看起來文周周的 但最有通靈王想要傳達的核心思想 Love&Peace 而在一切塵埃落定的七年之後 一場由阿葉的兒子麻長花所演出的續作 通靈王Flower也正式播出了動畫 屆時再來跟大家聊聊對於Flower動畫的感想 雖然他同樣被腰斬得不明不白 但至少我會期待他能夠在動畫化時 說不定能把當年沒說完的故事繼續接著講完 畢竟通靈王系列一直以來也都有著大量的粉絲期待著 那以上就是對於通靈王的結局介紹啦 大家對於這三個結局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呢? 還是你也期待Flower的動畫嗎?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按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比! 爬得生 agrad 点燈 我們oktiam 你會 Oscar 嗎? 怎麼說